場邊應援曲的啦啦隊表演 特別是李多慧和林鄉的多鄉組合 讓觀眾看得是目不轉睛 這就是中華職棒的魅力之一 而最重要的還是職棒球員們的技術和拼贊精神 中華職棒35年開幕站3月30號 再有4萬多個座位席次的台北大巨蛋正式開打 也是台北大巨蛋史上第一場中職例行賽 基隆市議會議長佟梓偉特地邀請包括 中校東光深梅暖西以及五輪等 無所國小總共60多位小棒球隊員們 到現場觀賞比賽也近距離感受專業的職棒 今天是我們中華職棒的這個今年的開幕站 那我想說利用這個機會找我們基隆市的小學的棒球隊 大家一起來來看球來欣賞大巨蛋 然後也來幫我們中華職棒加油 雖然今天開幕站是未全 我是兄弟的 我是兄弟的我再強調一下 可是我想讓小朋友來感受一下我們的開幕站 那我們基隆市的棒球 因為我們場域的關係 所以我們棒球的推廣 相對其他棒球大城市來說 是有比較困難 好那我覺得我們的小朋友的資源 應該讓他們有個機會 所以我們特別來爭取中華職棒相關的這個門票 來讓我們這個小朋友的棒球 對大家一起來欣賞 來一起感受一下職棒的氛圍 希望他們未來在這個棒球的目標 夢想道路上面 可以這個不會艱難繼續的努力 那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到三級銜接 在基隆市是有點困難的 我們希望未來至少在這個各級學校 會慢慢的萌芽 如果你要到這個棒球大城市這樣的比擬 我想還有很大一段差距 但是至少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爭取大五輪棒球場 變成一個學生級賽事的場地 可以把它弄得更完善 學生層級的棒球場地 我覺得我們是基隆現在非常需要的 那我們會持續關注棒球 因為我們從小就沒有棒球 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這一種 那即便到現在議長工作非常的忙碌 我們也找機會看看新聞的畫面 看看YouTube的影片來感受一下棒球 這場由衛泉龍隊對戰樂天桃園隊 現場擠進了兩萬八千多名觀眾 為雙方球隊的球員們加油打氣 對於能夠受到議長同志偉的邀請 來大巨蛋看比賽 學校和小球員們都很感謝也很興奮 特別是能夠看到自己喜歡的球員 並且對大巨蛋的設施設備留下深刻的印象 場地看起來很乾淨 而且是室內的不用怕下 那邊是坐樓梯 可是樓梯上面都是土 那就是這邊有椅子可以坐的對 那你覺得光線怎麼樣好不好 好 比賽就是算是蠻有意義的 因為算是大巨蛋職棒的第一場的例行賽 那其實這些小朋友也很幸福 那就謝謝議長然後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孩子有機會可以參加開幕戰 那大家都知道那個開幕戰是非常難得 票非常難買 然後大家有機會能夠進到大巨蛋 然後第一次有機會 孩子能夠到室內的場館 然後參與整個職棒的體驗 我相信對孩子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有機會拓展視野之外 對於球技也有很大的幫助 這場開幕戰最終由衛泉龍隊以3比2獲勝 議長同志偉強調 大巨蛋不論是人工草皮或是大櫻木及椅子等 硬體設施都有一定的水準 如果有職業球隊可以長期進駐或是持續舉辦國際性比賽 對於台灣的棒球運動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也能夠讓棒球運動成為運動娛樂經濟的一部分 對未來運動產業絕對是正面的發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